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 中国人在泰国如何持有土地 如何买别墅 以前我拍关于泰国别墅的视频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问我 中国人在泰国能买土地 能买别墅吗 然后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持有 那种各种稀奇古怪的人 提出了各种稀奇古怪的 持有土地的方式 我也不想一一去跟他们去争论 因为你在中文的世界里面 就是越奇怪的说法 相信的人越多 首先说说 现在在那个中文自媒体里面 最流行的两种说法 就是持有怎么样 持有泰国土地 一种说法就是租泰国人的土地 然后自己去建别墅 然后租约是一次签30年 然后还可以再续签一次30年 总共60年 所以很多人都说 我在泰国有一套别墅 我能够住60年 我已经赚回来了 他以后是谁的 就不管我的事 第二种说法的话 就更稀奇古怪了 就是找一个泰国人 所谓的泰国朋友 以他的名誉来买土地 来买别墅 然后再跟他签个合同 让他把那个土地别墅 抵押给你 各种各样的说法 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太相信泰国人的善良了 然后太相信泰国的法律了 据我所知 我知道的 我听说过的 就是在泰国跟泰国人 外国人跟泰国人打官司的 就没有一起 外国人能够胜诉的 另外一点就是 关于泰国人的诚信 泰国人的善良 难道是真的那么靠谱吗 就是很多人就是有一种 不切实际的一种幻想吧 就觉得泰国人非常的诚信 非常的善良 其实我以前刚到泰国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生活 马上就狠狠地 删了我一耳光 让我清醒过来 其实我这个故事 我比较早的时候也讲过 简单来说吧 就是我当时把我 另外一套房子 当时委托给那个物业处的经理 后来我才知道 实际上是他自己的生意 他跟他男朋友 一起在做那个 我们当时那个小区的 房子的出租的生意 当时呢 我因为回国了以后 我就把那个房子 全全委托给他 然后那个租金的话 我想也不是很多吧 一个月一万泰铢 我想大概 总共因为有大概八年时间吧 有个五六万泰铢的租金收入 我当时就没有让他每个月收到租金以后 每个月给我打到我的账户 因为我觉得也就是五六万泰铢吧 加起来也就是一万人民币左右 也不是很多钱 并且他又是物业处的经理 所以我当时比较相信他 但是呢 后来就发生了非常惊悚的事情 这两个人都很离奇的死亡了 一个是出车祸 然后另外一个是 在他女朋友死了之后 不久就自杀了 然后我这个钱也不了了之了 当然具体这个事情的真相是怎么样 也无从得知 但也有很多了解泰国的人 就私下里面跟我说 他说有可能是一个圈套 所以从这件事情以后 我就得出了一个血的教训 就是你千万不要跟泰国人 有任何经济上的瓜葛 非常的危险 非常的危险 如果是我 我自己买了一套别墅 是用到一个泰国人的名字买的 然后他只是用一个 抵押合同的形式 抵押给我 然后我在里面 相当于是我成为他 完全拥有这套别墅 这块土地的唯一的一个障碍 那我每天住在这个别墅里面 我肯定是睡不着觉的 所以说想出这个主意的人 真的是一个天才 所以你们应该问问他 他自己买土地买别墅 是用这种方式吗 另外还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关于那个 你通过这些方式持有房产 你有流动性吗 就是你将来哪一天 你如果是有什么事情 想卖掉这套房子 有人接盘吗 你不管是租土地 自己建房子也好 还是通过泰国人的名义 买这个房子也好 那个泰国的地气上面的名字 不是你本人 所以你根本不可能把这个房子卖掉的 你不要说卖掉 你要出租都很困难 所以关于外国人在泰国 持有土地 持有别墅 就是目前唯一可有操作性的方式 就是通过注册公司持有 就是那么简单 实际上欧美国家的人 他已经在这里 在泰国已经操作了几十年了 都已经证明这是一个 非常靠谱的一种方式了 为什么中国人就要 非要去硬生生的发明一些 稀奇古怪的方式呢 像在巴迪亚的那些 比较高档一点的别墅小区里面 我想在泰国其他地方都一样 大概百分之七八十的 那个土地别墅都是由外国人持有的 并且他们持有的方式就只有一种 就是通过注册公司来买 就那么简单 关于这一点 我也很多次都问过澳洲大叔 因为他一直在关注土地跟别墅 虽然他自己现在还没有下手买 但是他对这个行业 他非常的清楚 并且在他们欧美脑外的话 他有一个很大的社交圈 联系非常的紧密 所以他对老外这几十年 购买土地别墅的情况 非常的了解 大家可以听听他怎么说 好早安 但是如果你開啟一公司,你可以買房子通過公司 署人會設定一公司給你 你知道你需要兩支支付款 但是當你買東西是你的,你會買東西 你會把所有的支付款給你 所以你不會有問題 你會賣與公司,你會買與公司 你會賣與公司,你會賣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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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關於中國人購買土地別墅 然後中文字媒體,有很多嚇人的說法 最主要的一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註冊公司的時候需要兩個泰國股東 就是哪一天那兩個泰國股東可以過來找你 因為他們加在一起是51%的股份 他可以把那個房產從你手上奪過去 關於這個問題的話,我也反覆求證過 包括澳洲大叔還有其他的老外 根本就從來沒有發生過 他們在泰國待了那麼多年 就從來沒聽說過這樣的事情發生 關於通過註冊公司持有泰國土地房產 中文字媒體的那些大省 還有一個嚇人的說法 就是泰國政府就是會查稅的 會來找你麻煩的 到底是不是這樣的 剛好那個重慶房哥 他在泰國他總共是買了四套別墅 三套連排 另外一套是獨棟別墅 我們可以看看他的註冊公司的法律文件是怎麼樣的 9月24日我泰國的房子 每一年我給泰國政府 泰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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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年 這呢 多少钱? 12,000元 12,000元 12,000元是一年 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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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你有公司 你必须购买12,000元 这个年代 18年到19年的 这是17年到18年的 每年你必须上税 16年到17年的 15年到16年的 这个就是什么呢? 我马上要干嘛? 我要交19年到20年的了 20年的7月份 也就是说是今年交去年的 不会提前交 那么今年的呢 那么就是明年交 现在我是交什么呢? OK 很正规 这些你上税了 谁会把你的房子抢走 对 对不对 那你那个税是到哪里去交? 找律师 律师直接给你搞定 我把资料 你看把资料弄全 资料在这 给律师就行了 每年都是这么多费用 因为是固定费用 律师你每年找的固定的律师吗? 还是每年找固定的律师? 找固定的律师 找固定的律师 实际上你也可以换 每年你找另外一个律师事务所 哪一家律师事务所都可以做 因为房子的税和那个地契 它都是一样的 那很容易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视频里面的一个细节 就是重庆房哥用来持有房产的 这些注册的那些公司 就是被那些中文大神 把他吓人的说法 就是空壳公司所谓的 人家公司的名字 用的就是他房产的名字 房产的门牌号 就是可以看到 就是这些公司完全都是光明正大的 根本就不用怕泰国政府来查的 它都是光明正大的上税 光明正大的持有 至少在目前的泰国的法律框架结构下 这种持有方式是默认合法的 并且这种通过公司来持有泰国土地方产的 持有方式 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有流动性 就是哪一天你想转让 它非常容易出手 并且它转让的方式很简单 相当于就是把公司转让的就OK了 就不用再去像公寓的转让一样 还要去土地局去交很多税 当然我拍这个视频也不是说 鼓励大家去泰国买土地别墅 毕竟在泰国法律明文规定 是外国人不能持有泰国的土地和别墅的 目前来说的话 只是说大家是默认这种方式持有 相当于也有点罚不择中的意思吧 因为买土地别墅的老外太多了 如果泰国拿这一块开刀的话 它肯定会造成非常巨大的影响 可能很多老外他就会抛弃泰国 离开泰国 这也是目前泰国可能他不能承受的经济后果吧 好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好谢谢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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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